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我们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 今天是特别来讲到情绪管理当中有关在情绪急救的内涵 我们都从上面的这几次来说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说情绪管理的这一门课程是很重要的 生活的快乐不是来自于境界 是来自于自己的情绪 如果能够好好的了解自己的情绪 控管自己的情绪 发挥情绪正面的功能 那会带来人生的快乐 上一次有谈到情绪的意义就是趋利避害 它的意义就是要能够朝向于对我们有利的 远离对我们有害的 那既然知道情绪的意义是这样的 我们就不能让情绪来伤害我们 可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会让人发起情绪的地方 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影片 就是音乐当中忽然有人手机响了 看看外国人本来是一个让人很恼人的境界 应该要发起一个不愉快的情绪 愤怒的情绪 失望的情绪等等 但是外国人的幽默很轻松地化解这种尴尬 我们来看这一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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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看 西洋的幽默 有时候是东方人应该要多学的 如何从幽默当中化解尴尬的气氛 那幽默也是一种情绪的功能 可见情绪 善用情绪才能带来生活的欢乐 也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跟纷争 那我们上一章也谈到说 情绪的意书是要让我们能够能够在生存当中找到有利的生存方式 远离一切的凶险 可是往往情绪虽然是这样的意义 可是我们却让情绪给我们很大的伤害 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也说 这个一朝之份 就是一下子跟人家发起冲突 乃至于嘴巴骂人 行动上伤人 忘掉自身跟家人的安危 实在是最大的迷惑 那个份就是一个情绪 这个情绪有时候发的对 有时候发的错 那明明情绪是帮助我们能够趋利避害的 可是眼前的情绪却让我们带来很大的危险 或者我们的家人也要照样的 所以情绪的控管你看有多么的重要 可是虽然知道情绪的控管很重要 可是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发起情绪来 那我们一般都知道说身体的伤害要赶快急救 但是心理的伤害却不知道要急救 那身体的伤害举例来说 感冒不赶快去医 那就会变成肺炎 那这个伤口不赶快消毒 那就会破伤风 甚至要节肢 所以我们一旦身体发生了问题的时候 都知道赶快处理 小孩子在学校都知道 上这些卫生保健的课程 但是心里面心受伤 却不知道要急救 不知道急救之后 要怎么稳定的治疗 往往心里面的伤害更胜于身体的伤害 但是这方面的课程学校都没有教 所以没有办法从学校毕业以后 能够走入这个社会 得到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 这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常说 在家里面都会准备急救箱 这急救箱里面有OK帮 有腰高 有止痛药 这些都是随时来对治身体的伤害 可是我们心里面的伤害 我们也没有这个心理的急救箱 这种心理的急救箱里面 有很多急救的方法 就像OK帮 像腰高 像止痛药一样 我们也没有这种方法 有没有这种认知 来保障我们个人心里的快乐 跟我们的家人周遭的人 能够获得一个健康的心理 这么说来 情绪急救就比身体急救还要重要 我们一般说 牙齿痛的时候 我们都会赶快找医生 但是心里面痛的时候 我们往往都忽视不管 心里面痛 它会蔓延的 它的蔓延的程度是很可怕 有时候会让人的个性改变 掉到痛苦的深渊 所以美国心理学家 Guywish 他就把情绪需要急救的种类 它大分几项 第一项就是拒绝 第二项是孤独 待会我可以慢慢地说 这些长成什么样子 它会造成什么祸害 需要什么对治 那文语的章节又怎么说 我说这堂课的目的 并不是在讲西洋的心理学 而是说西洋固然它有些情绪的 这些对治法 但是我们在经学里面也可以结合 我们把世间情绪控管的概念 能够跟经学结合 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发挥国学的价值 再来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说 这些圣人 他真的是一个情绪管理的大使 他才是一个真正能够入世的人 那么也可以引导这个有心要学情绪管理的人 要带给自己身心安乐的人 引入国学的学习 引入文化的学习 引入行而下的学习 引入行而上的学习 带来他人生真正的快乐幸福美满 第三个就是丧失与精神创伤 第四个是内疚 第五个是反处 第六个是失败 第七个是自卑 这些心理的创伤 如果没有赶快急救 后面有稳定的治疗 那么这个心里面会跌入痛苦的深渊 甚至整个人个性是改变的 那不但他个人失去了他的幸福 他的家人的幸福也不见了 这个跟他一起跌入痛苦的深渊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待 第一个叫做拒绝 这个拒绝啊 比如说这个在家里面 家人拒绝你的好意 或者是拒绝你的关心 或是拒绝跟你相处 那在机关里面 同事拒绝跟你相处 拒绝跟你共事 或者是私下有很多聚会 拒绝跟你参与 那你想要帮助朋友 朋友拒绝帮助你 或者是你想求朋友帮助你的时候 朋友拒绝你 那这个你要帮助他 他也拒绝你帮助他 那你是推销员 你一直推销东西 也一直被拒 那在同学里面 你要跟人家相处 结果得到的是冷嘲热讽 拒绝跟你相处 那这些 这个都会让我们的自信心 自尊心就一直往下掉 没有归属感 很失落 并且呢 这个在 这个 整个个性 容易流入 这个自暴自去 或者是有攻击性 会摔东西 你知道美国的校园 枪击事件 有一些跟这个拒绝有关 比如说种族的歧视 那这个人在学校 同学们拒绝跟他相处 那再加上枪支 每一个人可以拥有枪支 所以发起风来的时候 就在校园里面的 很少同学 造成几十个人 伤亡的惨剧 你看这个情绪 没有管理好的时候 它引发的祸患 是这么大的 那这个论语里面 就有一张 在泰伯第八里面说 好勇极贫乱野 就是说这个人 如果是 这个很有干劲 可是很讨厌贫穷 这个人一定会作乱 就像张献中 李志诚这种人 这种人是很有干劲 可是讨厌贫穷 可是偏偏身处贫穷 没有办法脱困 他只好造反作乱 那人而不仁 极之以胜 这个人如果不是一个 有人心的人 不是替别人着想的人 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人 本位主义的人 自私主义的人 你讨厌他太过分 就是拒绝他太过分了 就会乱野 乱野就是这个人 这个会作乱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那种个性上 被拒绝以后 他的消沉 他的愤怒 那来自于转变成暴力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假如你是贫穷人 你被富贵人拒绝 其实也蛮好的 我们一个个来简单看看 因为正好看清楚 他的真面目 原来是四立眼 那我们正好安平乐道 从这个学习当中脱困 就像古代的像这些读书人 他透过他自己内涵的充实 这个经学的学习 六亿的学习 他能够脱困于贫穷 那如果说是朋友来拒绝你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是小人拒绝你 那你应该很高兴 你没有小人来伤害你 那如果是君子拒绝你的话 那你应该反省改过 相信君子一定会接纳你的 那你如果应征被拒绝的话 那你要问 你是属于这个才能被拒绝的话 那你本来就应该要充实才能了 所以人家的拒绝是好的 或是你谈吐不好被拒绝 那本来你就应该好好地充实你的谈吐 那你如果是你的内涵被拒绝 那你就应该好好地充实内涵 所以人家的拒绝 反而带给你的是进步的 这种拒绝对你是有利的 那你的成绩不好被老师跟同学拒绝 那你应该好好地发愤图强 曾子也是一样 上个都听不懂 叫做生也如 那这个可是呢 却因为他好学以后 反而变成孔门道统传承的人才 所以就看你怎么把这个拒绝 本来带给你负面的情绪 反而激发你的正面的情绪 让你向上 让你奋发吐强 让你脱困 让你能够在逆境当中 来训练你的忍力 来训练你向上的力量 所以这种拒绝 看你怎么用 那这个我们这个主题 叫做做生命中的主人 做生命中的主人 就是你如何能够控管 你心里的情绪 就是你就是做你生命中的主人 所以以上是第一个 叫做拒绝 那该或许他的第二个 会引发这个极端的情绪的 第二个叫做孤独 所以你看那一幅图里面 是一个人躺在房间里面 抽烟看着天空 这孤独里面 我们现在有这个 Facebook有微信有Line 整个世界其实史无前例 从那个采集狩猎 一直到这个农业革命 工业革命 一直到资讯革命 我们现在是史无前例的大进步 所以跟这个世间 不管你多远 联络是没有障碍的 整个地球的 不管你多远 联络是没有障碍的 可是处于这个时代 却空前的寂寞 所以孤独 也是现在人 很严重的问题 那在孤独里面 比如说单亲的孤独 或者在家人里面 家人跟你虽然身体很近 可是情感却很疏离的孤独 或是朋友 大家客客气气的 你根本交不了心的孤独 或者在事业里面 大家互相竞争 所以没有办法当成朋友的孤独 或者是自亲好友 家人 另外一半死亡的孤独 那这孤独起来 很严重的 那个会有忧郁症 会有自杀的倾向 甚至会看人 会有那个敌意 睡眠会有很严重的障碍 晚上都睡不着觉 所以引发各种的疾病 像高血压 像这种注意力不集中 精神不济 判断力弱 乃至于决策是错误的 那寿命也变短的 那尤其这个孤独当中 不停地抽烟 那对身体也是一个 很大的伤害 而这样的人 他都刻意地隐藏他自己 封闭他自己 人际关系是极度的萎缩 我曾经见过一个大老板 那个大老板竟然怎么跟我说 他说他感觉到他自己 有十八层铁门把自己锁住 所以他说 他说我跟你聊天 你都走不到我的心里面 因为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心锁住 我自己自自而然地把自己的心锁了好几刀的铁门 就是非常的孤独 那这种孤独 那个轮语里面有一章 是这个杨祸第十期 孔子说 为女子与小人 为男养也 那个女子 并不是讲说 这些什么俗女 或是这些很有内涵的女人 这是指说一般家庭的妾 小人 也不是指那个外面的品德不好的小人 是指那一个家里面的仆人 这个南洋也就是说 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内涵 生活里面都是那种很熟的 那个只贪图生活的这些好处享乐 所以静止则不顺 就是说你跟他太亲近了 他没大没小 你远离他 他就怨恨你 那远离他怨恨你 为什么 因为他怕孤独 那我们如果是一个俗女 就不在这个范围 所以孔子并没有骂女人 那总而言之 孤独 其实有时候孤独是很好的 你知道吗 大学跟中庸里面 讲的就是圣独 圣独就是说 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正好是你充实的时候 而且正好是你的能耐 你果然能够在独处的时候 能够对峙你的妄念 你不是普通人 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德 圣独的修学法 那是君子的修学法 我们雪公老师来台湾 是一个人来台湾 那他来台湾一个人 这个走过了38年的岁月 讲学之外 有时候都在他的房间里面独处 过年过节 有时候是一个人过 他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的独处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 出神入花的读书人 风采非常好 所以有时候这个孤独 有时候并不坏 你在孤独当中 不要培养那种 跟人家格格不入的个性 反而在孤独当中 要体会如何利他 要体会如何充实自己 欣赏好的音乐 看美 这个乃至于读很好的书籍 那甚至呢 你看一下那个巴菲特 或者是查理曼谷 或者是比尔盖斯 他一年都可以读50本书 请问他没有 独处的时间 他哪有这么多的能耐 读这么多的书 所以孤独看你怎么用 孤独会让人很泄气 会让人很懊恼 会让人很失落 会让人很空虚 可是孤独也可以让人很充实 可以让人很有内涵 可以让人很有神采 就看你怎么运用 以上是第二个叫做孤独 那第三个 你看这第三个 那个就是好像淹到水里面 那个心里面被句子歌 这叫做喪失 跟这个精神创伤 喪失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喪失的官位 喪失的钱财 或是选举落败 那像屈原 就是在官场上失忆 喪失就是失去地位 失去了人均的信任 所以就好像沉没到水里面 那这个心里面也痛 这个得而失去 心好像被刀割一样 被句子句一样 这个或者是失业 或者是情人分开 或者是好友分离 这样喪失 或者是离婚 或者是我们一般 比如说这个人 在我心目中是很有分量的人 但是发觉到他是伪君子的时候 我的价值观喪失了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这个朱元璋啊 朱元璋就是在他人生的高峰的时候 失去了马皇后 又他的心爱的爱子朱标也死了 所以朱元璋从喪失精神创伤当中 他就变成一个很残暴的人 那这个朱元璋的那个杀女很重 跟他的这个喪失有关 他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他的情绪 所以那个情绪是沉默的 没有生活自足的能力的 而且在生理上常常头痛的 或者莫名其妙的 不舒服的 那这些啊 都是在喪失当中啊 情绪上的反应 这种情绪上的反应啊 让他生活所有幸福的感觉 全部失去 那我们在论语里面有一张啊 就是司马牛 司马牛是宋国的贵族 他的兄弟啊 像这个司马环腿要造反 司马环腿是宋国的这个参谋总长 或者是叫国防部长 就是身有军权 可是他要谋反 他的弟弟兄弟们啊 像直骑直车啊 都要谋反 司马牛知道谋反了 要灭族的 所以叫做人皆有兄弟 我独武 那非常忧心的 那个就是丧失 不但要丧失他的兄弟 而且连他在宋国的富贵荣华都要失去 因为那要被抄家灭族 所以非常的忧愁 那就跟子夏说 人皆有兄弟我独武 子夏就说 我听过 什么叫听过呢 叫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就是你兄弟们啊 死生是有命的 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照他的命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命运 你忧愁也没有用 你如果忧愁有用 那你就尽量忧 你如果忧愁没有用 那你何必忧 那至于你司马牛的富贵呢 你在宋国要失去的富贵呢 你放心 富贵在天 你看司马牛没有问富贵 司马牛只有问兄弟 但是子夏知道 他也担心富贵 那在宋国的富贵也不见了 可是子夏告诉他 富贵在天 富贵在天 意思就是说 你好好的照做 那这个富贵还是属于你的 老天爷会赐给你 不管你到哪里 你都有富贵 所以1949年 随着国民党 来到台湾很多的外省人 到台湾来的时候 其实是很穷的 叫上无乌瓦 下无寸土 可是有很多人也是在台湾发急发财 可见富贵是在天的 所以说君子敬而无时 你看这是君子的修学法 你只要你办事情不苟且 你办事情过失越来越少 人家对你的信任就会越来越多 与人公而有理 就是你这个人又很好相处 所以你这个人不但又好相处 办事人家又相信你 四海之内接兄弟也 就是说不管你逃到哪里去 你的朋友都会跟像兄弟一样 或者比兄弟还兄弟 那学路老人来台湾讲学的时候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在老人坐下学习 跟这些师兄弟的相处 那真的比兄弟还兄弟 不管他是哪里人 他是四川人 他是湖北人 他是湖南人 他是江西人 相处起来比兄弟还兄弟 真的古书上讲的都是经验之谈 那四海之内接兄弟 所以说君子何况无兄弟 司马牛你何必担心你没有兄弟 当然事实上证明后来谋反失败 所以他的哥哥司马环腿就逃到了魏国 逃到了齐国 可是司马牛这种丧失的忧愁 还是没有解除 子夏说的那一番话 他还是没有解除他的忧 所以他的逃亡过程 逃到了齐国 逃到了乌国 最后在鲁埃公十四年的时候 逃到了鲁国的东郭城门外 死了 这蛮可惜的 所以有时候那个人的情绪上的忧愁 人其实是可以脱困的 可是他如果锁住 他不肯脱困 那谁来都没有办法 所以子夏固然说得好 可是我们雪如老人 曾经告诉我们说 会讲的不如会听的 所以你果然好好的听 你自己就可以脱困 那你脱困 你快乐还是你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 体会体会这些精学的道理 做一个真正能够脱困情绪的人 那第四个呢 这Gaywish说的就是内疚 内疚你看到心不断地打结 不断地把自己绑起来 然后上面一个锤子 什么叫内疚呢 内疚就是说 因为我造成他财富的损失 我造成他地位的损失 我造成他身体的伤害 我造成他心理的伤害 我觉得非常难过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这种或者是比举例来说 这个警察追捕囚犯的时候 开枪误伤路人 你看这是内疚 那这个车子 开车的时候我不小心撞死人 然后看到一家人 因为被撞的这个人死了以后 他们家人生计 顿失依靠 你看那种内疚的感觉 所以不断地把心绑起来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有一个消防队员 因为我们当时在南部是缺水的 那这个消防队员 是我父亲的同乡 他也是四川人 那时候都要从消防队债水来 因为我们是住在眷村 那都要消防 没有自来水 都要消防车债水来 后来有一群小孩在那边玩耍 他到车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个孩子压死 他那个内疚的感觉 他终生不开消防车 就是内疚的感觉 那只要看电视 看到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 他就不敢看了 就是那种内疚的感觉 那这种内疚的感觉 又可以说 比如说 有的内疚是可以解开 有的内疚是解不开 有的是你道歉人家接受 有的是你道歉人家不接受 比如说跟太太相处 因为没有照顾家 终于离婚了 可是事后想起 都是一种内疚的感觉 这种内疚就是把自己 越绑越深 越绑越深 越绑越深的内疚 在论语里面 刚才司马牛 也是问君子 问孔子君子 孔子说君子不由不拒 就是不要内疚 不由不拒 他说不由不拒 难道就是君子吗 孔子说内心不救 就是你好好地反省自己 没有内疚的时候 夫何忧何惧 你就担心什么 你害怕什么 所以内心不救 你没有对不起人 你没有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就不用内疚 所以像了凡世讯里面的硬尚书 他在山中读书 有鬼晚上就哭 大家都怕死了 但是硬尚书都不怕 为什么 因为内心里面没有做亏心事 哪里怕这鬼呢 而这段话蛮有趣的 我觉得孔子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孔子都是官机斗教 硬病于药 就看对方是什么根器 给他什么要的 给他什么法的 那司马牛为什么会忧据呢 当然就是忧他的兄弟们 被灭族 忧害怕他的富贵失去 那孔子就说 你怕什么呢 很简单 假如今天你不去宋景宫那里 告发的时候 你保存了剃道 你不参与谋反的时候 你保留了忠 你又忠又替 你怕什么 对不对 那同样的 你只要站得住脚 你怕什么 那你说 可是刚才 我刚才讲说 比如说我误伤人 我误壮人 我误说 我呢 这个误说不好的话 伤害他的心 等等 我怎么办呢 他道歉我都不能接受 我道歉他都不能接受 该怎么办呢 其实有时候人生是怎么样的 道歉 他不原谅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该弥补该道歉的 我们弥补 我们道歉 没有办法弥补 没有办法道歉的 我们就一直做吧 我们只要好好的 有心去帮忙别人 有心去表达我的愧疚之意 我相信时间久了 都是将功则罪 那这个为什么有些人 他像周楚除伤害 前面做了很多的坏事 可是后面做了很多的好事 他就可以把内疚的心情 能够转化过来 最怕的就是 反省以后也不从正面去出发 永远在内疚当中 那就变成情绪的哀症 所以只要我抱着愧疚的心情 但是不要一直内疚 我只要正面的 积极的 奋发向上的 将功则罪的 好好的在立人上面去考量 好好的在心态上讲究 好好的在做法上讲究 慢慢地我相信 在我们的诚意 对方也会原谅 甚至反而后面 会更看得中我们 这是内疚的 第五个叫做反除 反除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放映机 不断地放映 不断地放映 叫反除 什么叫放映呢 就是一直不断地回想过去 在伤口上撒盐巴 好比说在某个场合里面 被人家嘲笑 被人家批评 所以不断地回忆 不断地痛苦 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讲我 他怎么这样误会我 他怎么这样嘲笑我 那这种反除当中 或者让我自己越来越失落 或者让我越来越愤怒 那这个时候 不管是失落 不管是愤怒 你看那个反除 就是这个人在 在那个放映当中 这个人怎么跑 都出不了这个范围 都是一直在回忆 一直在回忆 回忆不如意的 回忆痛苦的 回忆失落的 回忆他对我的伤害的 回忆不愉快的 往事的 不断地回忆 不断地回忆 那这种回忆 这个也让我们失去了理智 也让我们生活里面 走不出那个阴影 走不出那个轮回 那这个 在轮运里面 我们刚才也讲过 就是《言言第十二》里面讲到说 司马牛啊 就是一直在想 我怎么办 一直在想 我会被灭族 一直在想 我要失去荣华富贵 一直在想 所以那个忧愁 出不了忧愁的轮回 那纵然直下降 他也开不了心 很可怜 所以有时候想想看 那个情绪管理这门书 实在太重要了 如何结合经学 来做情绪有效的控管 来走出人生的困境 来朝向人生的光明 这样的学问 实在太重要了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失败 第六个失败 失败 你看这个图 就是把目标放得大 把自己缩小了 失败就是考试失败 恋爱失败 事业失败 那个比赛失败 求职失败 业绩失败 所以目标就变得好大了 达不到了 整个人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那这什么呢 就开始感觉到自己不够聪明 不够能力 不够吸引人 不够胜任 对自己已经开始没有信心 那这个为什么 因为失败以后 人再也提不起勇气了 再也提不起向上的心了 再也提不起面对境界的勇气了 就都觉得 这个目标达不到了 那这样的情绪 就让他没有办法 享受成功的果实 可是你看 这种失败固然是很老人 可是你看论语里面 有一章 就是讲到 宪问第十四的时候 孔子就很感叹地跟子贡说 莫我知也福 就是没有人知道我 子贡说 哪里是没人知道你呢 你名满天下 不但你咒语列国 大家都赏识你 我还帮你宣传 哪里是没人知道你呢 孔子说 不怨天不由人 不怨天 就是说 虽然很多的厄运 可是他不怨恨天 什么叫很多的厄运呢 比如说 他的儿子伯瑜 在他69岁的时候过世 那是白发送黑发人 还有炎灰 在他70到71岁的时候过世 那是失了道统的传承 那也是很可怜的 后来他的革命伙伴 具有革命情感的子录也过世了 那真的是罪能怨天 孔子不怨天 不由人呢 就是他这样的胸怀 立以天下苍生的胸怀 可是处处碰壁 失败 就是说 想要推展他王道的理想 可是处处碰壁 处处失败 可是这样的失败 会不会让孔子感觉到 很怨他自己不够聪明 不够努力 不够吸引人 不够承担 然后把自己缩小 觉得自己是这个时代里面 没有作为的人物了 不 他反而是下学而上达 下学就是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学习 就失败了 反而更能够充实自己 在等待下一次的机缘 你看固然孔子在政治上 他是失败 可是在道统上的传承 他却是成功的 而且是无人可比的成功 你看在司马前 在孔子过世的十几世以后 十几代以后到孔庙里面 看到诸生已失犀利 感慨久矣 不能徘徊不能去 天下这些英雄豪杰 过世的时候人家都忘了 可是孔子竟然是一个 大家不能够忘记的这种能人 大家还在读他的书 还在洗他的礼 乃至于到孔德成先生 还得到雪公老师的这种辅佐 你看 这种自我者起天乎 他的好命只有天才能知道 换句话说 不畏惧失败 不害怕失败 这个永远充实自己 那才是真正失败为成功之母 所以政治上固然是失败的 没有明君圣主来重用他 可是在教法的传承上 他是无与伦比的成功 所以人生他到底是失败成功 你说呢 那第七个叫做自卑 你看自卑就是把自己 就是把它躲在人的下面 自卑 那这种自卑是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因为感觉到都比不上别人 感觉到这个 而且自己看清自己 那这个生活上是很退缩的 个性上是很沉闷的 心情上是很消沉的 那这个 对这个人际关系里面 他是很畏缩的 那伴侣如果对他好的时候 他也反而不安的 他觉得他是无用的人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那办事情是没有胆量的 畏首畏尾的 而且附和别人的 不敢有自己主张的 害怕别人否定自己的 这种自卑 那这个 自卑又跟自尊不一样 自尊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就错误是回归别人的 那很难自己接受后果的 又自恋狂的 那对自己的评价都很高的 乃至于这个不受人家批评的 可是自卑不行 自卑就是不但别人批评 我自己也批评我自己 然后把别人的批评放大 觉得自己实在很胆小 很无能 而且说出来的主张啊 都觉得不要等到别人不对的时候 就自己否定自己 这个一定不对 很自卑 那这个自卑的人呢 他都不相信 他可以做成事情 他可以学成事情 所以在《伦语》里面有一章 《雍野第六》里面 冉球就跟孔子说 我并不是不喜欢你的大道 我是力不足 力不足就有点自卑的样子 你的道太大了 孔子说力不足者 你说你力不足啊 忠道而非 就是走路走到一半 不想走下去 体力太差 我是体力太差了 爬山爬到一半 我一定不行了 然后这个事业做到一半了 一定不是我 很多我们注意看啊 事情做不成功的时候 往往不是境界太困难 往往是自己先否定自己 自己的情绪先起来的时候 别人还没有否定我们的时候 我们先把自己十足地否定 那种自卑的感觉 所以孔子说 金乳化 你是化地之线 为什么呢 因为冉球这个人 为政忙碌 而且他还有很多才艺要学 所以当然没有办法去学刀统 那没有办法去学刀统 他就觉得 这我能力不足 其实不是 只要你有心要学 都可以学成 我们一般人说 无心兴起可行 则宜山填海之难 犹如反掌则之之意 这孙中山先生说的 无心兴起不可行 则反掌则之之意 犹如宜山填海之难 可见都是 跟我们的情绪有关 所以人如何去克服 他不必要的情绪 如何发挥他的正面的情绪 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课题 是真正能够趋利避海 趋吉避凶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情绪急救是太重要了 有时候情绪上来 你不懂得急救 这种情绪是会影响健康的 会影响情绪系统的 会寿命会简短的 会扭曲感知的 会扭曲什么感知呢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自认自己不行的 自己觉得很懦弱的 而且很自卑的 觉得自己是失败主义者 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独处的很孤独的 这种扭曲感知 剥夺思考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好好的急救 急救跟 之后还要稳定的治疗 就好像说 你伤口急救的时候 还要送医院稳定的治疗 这些都跟你的正知有关 我们要怎么急救呢 第一个我们先关注情感的痛苦 关注情感的痛苦 人家说身体有某一个地方痛的时候 你不要避开它 你心里面就一直看那个痛 果然那个痛就慢慢的不太痛了 就是关注情感的痛苦 就是你看你的情绪是怎么上来的 怎么让你痛的 第二个就是停止情绪的流血 停止情绪的流血 就是说这种的感觉不能再往下掉 落寞的感觉不能再往下掉 孤独不能再往下掉 你自己要看到 就到这里停损 不可以再流血了 第三个要拉起自己的士气 就是保护自尊心 拉起自己的士气 认为说自己绝对不是这种人 自己一定可以承担事情 自己一定可以奋华有为 自己一定可以力往狂然 自己一定可以坚持到底 就是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第四个还要与消极思考 战斗 消极思考战斗是什么 是说好 回过头来看 我们到底是哪一种的情绪 是拒绝的 是孤独的 是丧失的 是内疚的 是反处的 是失败 是自卑的 引起来的这种负面的思考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对峙 就跟我刚才用论语的章节里面 去讲的对峙法 去对峙 这个时候人不但能够 把情绪伤害减低到最低 而且还能够恢复身体的健康 那我要特别说的是 我这个易经的老师 徐行明老师 徐行明老师在1949年 随着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 那时候有很多的外省 其实都很孤独很落寞的 他从小在安徽 这个卢江 他也是诗书教育的 那他说很多书他都背起来 可是背起来没有用 那个孤独的情绪不能排浅 所以呢 假日的时候都到海边去看海 希望能够 这个能够弥平他 这种孤独的感觉 落寞的感觉 失落的感觉 他都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 不能再让这个情绪一直下去 所以呢 他要脱困 那他就因为他有心要脱困呢 他就找到了学功老师 就注定他一生的反转 那这个反转当中 他变成一个 在这个学习经学当中 对自己有十足的信心 但这个十足的信心当中 他表现的是一种谦虚而不自卑 谦虚跟自卑 自卑跟自卑不一样 自卑就是我不如人了 我呢 躲在人的后面 我根本没有主张 谦 学功老师啊 正好是自卑 而不是自卑 谦就是说 他能够纳授学问 像海绵一样的吸收 学功老师的精华 那在文化的认知里面 保持一个极高的修养 情绪控管的这种修养 到了如火存清 那这个这是 这样的人呢 从他身上里面 可以看到文化的价值 道通的殊胜 所以人家说 金丝义得 人丝难求 真的 那最后总结 总结我们这一章里面 这个知道说 人生路漫漫 尤其整个时代里面 从狩猎采集的境界是很单纯的 到农业时代也很单纯 到工业革命的时候就开始复杂了 一直到资讯革命的时候 那整个社会复杂万端 可是我们的头脑 身心还停留在未演化时期 所以难以应付现在时代的变化 所以难免有很多老人的情绪 但是这老人的情绪 只要我们看得懂 不随他而转 避免被他伤害 好好的给予自己有效的急救 并且平稳的治疗 我相信 你就是你最好的医生 你也是别人最好的医生 你是你生命的贵人 你也是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那我相信 你再来推展经学 你会让人家觉得经学是时代的所需 是入世的必要 那这个我相信 这种美妙的人生 你会完全的品尝 你会带给周遭人 无限的欢乐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次 我们就来谈谈说 好 那情绪急救 乃至于平稳的治疗里面 这些讲了这么多方法里面 其他核心处就是认知 所以认知是情绪的主人 这一点一定要确认 你才能够是真正 对情绪控管达到最高的境界 欢迎大家下周收看 谢谢大家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